大家好,山鼠宮 今天來講三國之幻想大陸 那今天呢 已經出了這個靈寵召喚了 那這次的靈寵召喚最主要就是 白虎跟玄武 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兩隻其實是 開服到現在最重要的兩隻靈寵 那當然 等一下也要再講到 接下來還有瓊琪 瓊琪應該大家有在 爬文有在看影片的 應該也都知道瓊琪非常的強 開場就有驅散效果 那根據我爬文爬一爬 再加上看一下這次 玄武跟白虎的這個能力 我自己是覺得這次真的是蠻重要的 當然瓊琪也是很必要 但是呢 現在就來講講我的看法 瓊琪其實是放主戰 一星就可以有驅散效果 那貂蟬的這個魅惑 直接廢了貂蟬 所以瓊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課長級的玩家 你只是無為課小課 記得一定要留資源給瓊琪 但是呢 這次的白虎跟玄武也真的是蠻強的 白虎的增傷 很多人都想抽白虎 但是呢 現階段的話 玄武也是很強的 玄武放主戰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造成攻擊力29%的治療 還可以讓血量低的獲得一個護盾 那其實很多人都是專注在抽白虎 但是我這次反而很想抽玄武 玄武現在放主戰就是非常的強 那我自己也是沒什麼在課這個券的 之前還浪費一些券去抽牛 那我還是不管 我還是學不乖 我就是要抽一下玄武 那在抽之前呢 先來看一下 這是有這個靈寵兌換 靈寵兌換用這個銀幣 就可以直接去做兌換了 但是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我們在兌換商店靈寵這邊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去把它換到五星了 其實蠻簡單的 那你要用這個銀幣去兌換這些 說實在真的是划不來啦 除非你可能要換這個招募驚喜箱 這裡裡面有一些素材 但是呢 去換金幣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靈寵金幣呢可以換到 哎呦 你看到上次的牛跟青龍就可以做兌換了 那之後的新靈寵也會再更下期下下期去做加入 像白虎玄武以後也會加入這個金幣兌換的行列 那這個金幣兌換怎麼來呢 除了用銀幣兌換 那銀幣是從哪裡來 就是從召喚 召喚就會給銀幣 這裡有額外贈送200有沒有 再來這個金幣就是從商城啦 課金禮包 670跟1690的裡面都是有金幣的 都是有金幣的 那170裡面是沒有的 所以就是課金才有啦 就是有這兩個得到的來源 那不管 你如果是無為克的 考慮一下 因為你窮奇要抽滿 抽滿在於提升抑抗 但是真的有必要為了那個抑抗花那麼多錢嗎 好因為我們無為克 課金的預算也有限 所以我是覺得窮奇抽個1星就好啦 那玄武這邊 我想來抽抽看 大家不一定要跟我 因為玄武白虎的話 抽出1星也不是很好用 但是我不管了 我就是要開抽 玄武 開抽啦 拜託 好運一點 出一下 出碎片 哭啊 沒關係 繼續繼續繼續 看可以抽到幾星啦 我們這種無為克的不要求太多 能多高就多高好不好 拜託啊 水啦 兩個碎片 抽數真的不多 大不了對不對 只能花錢了事了 但是呢 我是覺得不用啦 現在三國之幻想大陸 大家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再玩多久 開心就好 開心就好 雖然三國之幻想大陸算是蠻耐玩的 喔 有了 各位 直接出金蛋 哇 直接出一整支耶 太爽 爽爽爽爽爽爽 大家可以看到一整支只有3.8% 哇 我這次運氣真的是很不錯很不錯 繼續啦 沒有再怕的 繼續繼續 來 再出個金蛋怎麼樣 出 出吧 喔 啊 啊 連碎片都沒有哭啊 拜託拜託 多出一點碎片也好 來 十個碎片也可以 繼續繼續 3.8% 再來一次怎麼樣呢 再來一次怎麼樣 再來 哇 要身心碎片要很多 這遠遠不夠 只能期待再來個3.8% 再來個3.8%怎麼樣 來吧 喔 水啦水啦 真的 來了來了來了 玄武 啊 90個碎片 可以 碎片多一點 3.8% 多來幾支 看能不能來個 多來幾支 升到三星怎麼樣 不期待太多 來 拜託 3.8% 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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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出一點 再出一點 哎呀 完了完了 我快把屯的券 喔 又中了 爽啦 90碎片 讚讚讚讚讚 有機會 有機會 哦 繼續繼續繼續 過位抽了 100抽了 100抽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玄武 現在是可以到多少 二星 哎 快三星了 那我們看一下哦 我覺得至少要到三星才有多這個 盾被擊破 會造成吸收量60%的傷害 那如果主角或寵物擊破 還可以再對敵方全體造成21%的傷害 上到三四星五星都有多一些能力啦 不管了 繼續抽 來 衝了衝了衝了 哦 又出一顆 哇 一整支的 3.8% 哎 我運氣這次好像真的不錯哦 趁勝追擊 趁勝追擊 窮騎 窮騎不管了 窮騎我就求個一星就好了 來 玄武衝吧 白虎的話 白虎我之後再考慮吧 如果真的不行就克 克金吧 不然怎麼辦呢 對不對 那現階段我是覺得玄武這個能力有料 我是覺得有料的 哎 衝啊 再來個3.8 3.8% 衝吧 哦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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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運氣我覺得很不錯耶 應該算這樣算很不錯了吧 哦 來來來 升星 升到三星啦 快四星了各位 快四星了 繼續 衝啊 衝衝衝 衝衝衝 四星是絕對可以的 但是 好像到不了五星 啊 要不要 再刻一點補五星呢 嗯 這個嗎 我先抽乾再說 乾 直接抽乾 哦哦哦哦又出一整隻 哇這個 我這次運氣真的覺得不錯耶 抽乾抽乾先抽乾再說 升星 啊沒有 抽乾了 升星升上四星 哎 170抽抽到快五星耶 我差260的碎片就可以上五星 這個運氣算很不錯吧 因為我之前是 只有抽牛而已 抽了幾十張 也才只有一星 所以不知道這個運氣怎麼樣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出貨量還算蠻高的吧 3.8%一直來 所以我 可能會考慮晚一點 或這幾天 補課個 禮包禮包把它上到五星 因為五星對 血量低於40%的 目標還會再給一個這個 一個懸盾 那對敵方的傷害量還有再提高 所以我可能會把它升上去 好啦再來我們看到這個 也多了這個新東西 好運上上千 這個就是可以來抽籤啦 我們可以每天花這個250鑽 250換星去買一抽 接下來就是要課金啦 再來還有全體的加成 大家抽籤抽到一定的數量 就會再送 而且還會有這個 紅包上限的提升 紅包上限 我們今天登入都有這個紅包語啦 那就是靠賽 這個遊戲就是靠賽 這裡有 公告的機率 好運上上千的機率 大家有沒有看到 大吉 就算一抽也是有這個機率的 那我們這裡 最上面的這個千 就是看你要選什麼啦 諸葛亮的造型 或者是 張春華的這個造型 真大 好我們來 抽籤 三抽 GO 能不能塞一把 塞一個大吉 哎 終極 也不錯啦 終極也不錯啦 再來 塞一把 塞一把 抽 大吉 大吉 哎呀又是終極 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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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吉 因為抽到大吉 可以一次獲得本城所有的獎勵 那這樣一層一層抽上去 一定是可以中的 但是 無課的玩家 要中這個 可能就是要非常的賽啦 那虎虎挑戰大家也記得 這一期第二期 我們一樣要把它通關到40層 那把這些獎勵都拿到 那這個結算其實 進去直接結算就好了 那 打到武藝的陣容呢 我上一次影片有講 基本上 林寵你有青龍 有白虎 或者是你的 武將陣容裡面 有尋憂 姜維 其實蠻簡單的 要打到武藝其實很簡單 那三合的部分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這幾天內通關 大家要拼一拼哦 我自己是 這一次比較偷懶 居然三天內沒有通關啦 現在卡關 我們再拼拼看 能不能在五天內通關吧 好啦 那這邊最後還是要講一下 這個玄武跟白虎 哪一隻比較重要 哪一隻適合什麼陣容 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做討論 那其實想抽白虎的人非常的多 但是呢 我自己還有一些玩家也都覺得 玄武也很不錯 畢竟像 一開始大家也都說 比翼沒什麼用 但是後來證實 比翼在 打奇策啊 無限挑戰 還是蠻好用的 那這次我是有聽人家講說 白虎在打奇策 這些也很好用哦 所以這兩隻其實都有他的重要性 玄武放主戰 絕對是不弱的 但是呢 這兩隻 對於無維克來講 哪一隻可以用的比較久 比較耐用 我自己是覺得玄武可能會蠻耐用的 那如果有 陸服日服的老玩家 也可以在底下 跟大家講你們的看法 讓我們可以做參考 然後 要抽的話 又抽到幾星才有用 那瓊奇是不是 一星 預算有限的話 一星 就可以頂著用呢 好啦 感謝大家 這一集的收看 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